988聚焦东盟 来到6月17号星期四 继续有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Cindia新锐 首先带你看头条看点 新加坡同记职最近就公布了 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第一批数据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邻国 在这10年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吧 首先在过去10年 新加坡总人口是每年增长大约11% 从323万人增加到352万人 尽管如此这10年的人口增速 还不到上一个10年的一半 跟2019年相比 总人口也下降了0.3% 而这主要是因为冠病疫情和经济放缓期间 非居民人口是减少了2.1% 那新加坡人在这10年来最常说什么语言呢 普查就发现英语已经取掉的华语 成为新加坡人家中最常说的语言 占了接近一半的人口 10年前就只有32.3% 但是在常说英语的家庭当中 也有高达87% 在家里也说第二种的语言 例如华语 马来语 或是方言等等 数据就显示 在过去10年来 新加坡是继续维持多元宗教的色彩 佛教徒是占了大约31% 接着依次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但普查也发现 无宗教信仰者的比率也逐渐增加 目前是占了总居民人口的20% 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 那有关教育的部分 普查就发现新加坡人这10年来 教育水平有显著提升 考古大学水位的25岁以上居民占了三分之一 比10年前是增加了10% 完成中学后教育的人接近60% 跟上一次普查比起来是起了12% 男女之间教育水平差距也是继续的缩小 在25岁到34岁群体中 完成中学后教育的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多 那新加坡其实也是亚洲其中一个 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新加坡建国初期 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了2.5% 但到了去年已经占总人口的15.2% 相比上一次普查时只有9% 这个上升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另外新加坡的年轻人口比率也是在下降中 15岁以下居民从17.4%降到14.5% 再来就是单身和生育率的问题 普查显示2020年新加坡各年龄层的 单身者比率都有所增加 其中25岁到34岁的青年当中 单身人数的增幅最显著超过了80% 虽然说这些单身人士当中呢 有多少是自己的选择 或是因为找不到对象而未婚 这个部分的数据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但是从普查数据可以发现 当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 单身率也越高 因为呢 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一般享有经济独立 同时也可能有更强的事业心 将要把时间精力都专注在事业上 所以呢 就算他们有计划结婚生子 也可能会推迟 然而男性的情况呢 却恰恰相反 有大学文凭的男性 单身比率最低 反而是学历比较低的男性 更加可能单身 分析认为或许是现今社会 依然觉得男性在婚姻中 必须有经济上的担当 所以呢 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男性 在寻找结婚对象时 也会比较吃香 再来新加坡本地女性 生育的子女人数 过去十年来整体也减少 而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女性 所生的孩子人数 平均是比低教育水平的女性 来得更少 好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印尼 当地的疫情呢 一直都是亚洲里最严重的 但最近的病例不减反增 对此有印尼官员就认为 印尼全体上下都应该要反思 因为这是集体的错 印尼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虎就说 政府之前已经努力地在阻止人民回乡 但是大家还是不听劝 而这个就是结果 那他也提到 有一些印尼的领导者 并没有以身作则 无论如何 总统佐克威呢 是已经向亚加达省政府 提出三个应对病例暴增的措施 其中包括加强防疫工作 要求印尼人戴口罩 以及加快首都的疫苗接种工作 好了 这条东盟的头条看点就看到这里 我是心里亚新瑞 接着带你关注工商带路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全球食品价格今年是上涨了接近40% 创下10年来的最大涨幅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最新数据显示 上个月全球粮食价格是已经连续12个月上涨 5月份的粮食价格比起4月起了4.8% 同时调查也发现全球有超过1亿3200万人 面临食品短缺的问题 而饥饿人口也增加到8亿多人 那全球的食品价格飙涨除了因为货柜短缺和供应链中断 导致海运的成本走高 还有投资人分散风险资金流入大宗商品市场 也拉高了价格 那精英证券经济学家蔡学敏就表示 食品价格上涨就可能阻碍亚洲从疫情中复苏 加剧本来就不平衡的经济复苏 那当中低收入家庭跟比较贫困的国家 将会受到更重的伤害 因为他们的收入有很大部分都花在粮食上 而这些国家也比较难取得冠病疫苗 不过他也认为并不是整个市场都会受到影响 部分的出口商还有农民就可能因为市场条件有利而蒙受其汇 包括了可以产生强大的再分配影响 这个部分是会提高农村收入和就业 然而一些亚洲经济体的疫情拉长 感染的人数增加将会影响到食品的供需 使得价格前景变得更加复杂 而蔡水敏就认为食品的价格可能还会继续涨价 那作为世界重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地区 东南亚国家呢现在都在积极采取农业扶持措施 其中呢泰国政府就对大米木薯和玉米等等的主要农产品 实施最低价格补贴 菲律宾农业部也宣布加大对农民的贷款和扶持力度 以实现更高的粮食自给水平 至于面对疫情和洪灾双重打击的钱普寨 首相洪森是已经下令分发2000吨的水稻种子给灾民 为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提供多种的农作物援助 那印尼和越南也在疫情背景下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民的扶持和补贴 确保粮食安全 那我国马来西亚方面呢 政府早前就划播了18亿令吉 用来补贴农民还有稳定粮食市场等等 那另一方面这波疫情可能就会导致泰国高达10万家的餐厅倒闭 泰国餐饮协会的数据显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泰国暂停营业或者是永久关闭的餐厅就多达5万家 超过50万人因此失业 但由于目前遭遇的第三波疫情比前两次都更加严重 对餐饮业的打击巨大 即使改为在线外卖模式 大部分的餐厅也依然在亏损 对此泰国餐饮协会会长塔尼婉就表示 如果政府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或是资金补助 预料疫情中累计倒闭的餐厅数量将会超过10万家 同时也将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失业问题 那无论如何泰国当局呢 目前是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解禁餐饮业 希望可以缓解业者的经济困境 那国家安全院的秘书长纳塔彭就透露 当局会在近期内讨论新的松绑措施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跟进到这里 我是Cindia Xenray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